已经歇业的台北市金华城百货目前正在进行拆除工程 不过今天下午4点半突然传出火警 现场弥漫的大量浓烟 原来是工人在切割钢体时爆出火花 不小心引燃了周边的杂物 火势在半小时之内受到控制 没有任何人员受困或受伤 不过最近因为公安问题被轰得满头包的市长柯文哲 在社群网站上头发一张 他站在窗边远看着金华城的照片 还说自己正在严正关切这起火警 马上就被网友群起酸说 市长没有到现场关心还忙着发文 根本是北市版的隔岸关火 工地现场发生火警振振浓烟不断 从后方的手体可以看出 就是正在进行拆除作业的金华城百货 下方人员忙不随限灌旧而同一时间 台北市的大家长柯文哲市长 在IG限时动态发了这张照片 被警示金华城柯P手插腰站在窗边盯着看 还写说金华城火警我正在附近严正关切 不料PO文一出马上被骂翻 我觉得很扯啦 柯市长的态度怎么会这样呢 发文PO脸书比他去现场还要重要 他第一个时间就是PO文 然后告诉民众说 有有我现在在观望现场 我觉得真的是瞎爆了 不只在地名带看不下去 网友更截图发文 算柯市长在活摘时没有实际行动 却在社群媒体上眼正关切 还说这就是北市版的隔岸关火 确实是隔岸关火啊 因为他每次只要碰到什么事情 他就是用隔岸关火的态度啊 钱贵大火事情已经伤了很多台北市民的心了 在面对任何的公安事件又这么草率 台北市民会认为应该下台的是他吧 那我们这样的PO文呢 也是希望说让市民朋友可以安心 因为第一时间不管是市府或是市长 都有掌握整个伙势的状况 市府澄清发文用意是要让市民知道 市长真的有在关切 没想到却迎来一阵骂声 虽然事后磕屁的IG紧急相闻 但早已被网友截图留存 记者零下节目上三点的报道